在古代中国,中国长期以来,以亚洲雄狮自屈。 像我们的邻居日本一样,在繁荣的唐朝学习中国文化也很自豪。 然而,在明朝,日本侵略者,经常入侵中国沿海地区。 近代,日本发动了中日战兵和侵华战争,丝毫不把中国放在眼里。 随着日本在现代中国日益嚣张,日本人也称中国为日纳,但中国也给日本写了许多绰号,因此日本受到了羞辱。 东汉时期,日本人向中国低头,日本使节又矮又小。 汉光武帝刘秀称日本为窝国,并授予日本窝王的称号。 自汉朝以来,中国人称日本人为窝人,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古代先进的手工艺,日本愿意称他们为中国人的窝奴。 到了唐朝,日本人已经了解了很多中国文化和礼仪,并且明白了窝这个词意味着蔑视。 因此,日本特使要求唐皇更改日本的名字。 我们应该把它改成什么? 日本了解到,中国有一个传说,东海之上有三座不朽的山,蓬兰、银州和方丈。 日本人认为,银州这个名字仍然很好听,所以唐朝官方称日本为银州或日本。 到原莫名出,一些日本人,频繁入侵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。 在唐朝繁荣时期,日本改变了对中国的崇拜,在东南沿海烧杀抢日,甚至绑架和贩卖人口。 中国人也讨厌日本人,所以日本有更多的名字。 中国人开始称,日本人为日寇和日本浪人。 当然,其机关是明朝主。 明的军事将领,他抗击日本侵略者,把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。 日本人一度也很老实。 近代,通过明治维新,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、军事和经济改革,成为亚洲第一个强国。 后来,日本打败了清政府,并通过1894年的中日战争勒索巨额军费。 三十多年后,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,封烧和略渡中国的土地,灭视中国为之那。 在抗日战兵中,平民们也称日本士兵来日本鬼子,和狗鱼小鬼子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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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